继续是有关古开来案宣判的相关报道 由于此案涉及到英国的商人海伍德 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的记者 就是VOA卫视驻伦敦的特约记者胡威宁 想请威宁为我们掌握一下英国媒体的最新反应 威宁你好 你好 东宁 威宁不晓得英国的媒体对于古开来案宣判之后 有没有一些新的反应 还有对于审判的程序 还有案件本身的一些疑点方面 英国或者西方的媒体有没有提出一些质疑呢 威宁 英国的媒体到现在呢 其实还在网络上 他们还在开议 所以还没有这么快出来 但是一般来说呢 倒是英国的官方 也就是驻北京的英国大使们 他们已经发出了声明了 他们说事实上这个处罚呢 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为他们一直就希望 中国方面可以按照国际人权标准 来执行这个案子的审判 事实上在英国或是德国跟法国 他们很早就已经废除死刑了 所以这个案子可以还死两年的话 事实上在他们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欧洲媒体也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虽然这个还死案子在西方可以被接受 但是并不代表在中国内地可以被接受 事实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网路上 已经出现非常多不满的呼声 他们的说法是 如果古开来不是高官的妻子的话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案件的话 早就绝对是被宣判死刑 而没有缓刑的可能性了 这件案子在程序上有非常多的瑕疵 是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还一直在质疑的 也就是古开来的出现 事实上是在执行一个三个程序 这个三个程序就是认罪顶罪跟推罪 他认罪了他执行了杀人 他顶罪了就是把他跟博家化开了 全部顶下所有的罪行 再来就是推罪 以他的精神状态 以他受到威胁等等其他的说法 还有尸体在最后出现的模样 跟他当初离开的模样并不相同 窗户有打开的迹象 外面有脚印等等等 用这个方式来帮助他脱离死刑的唯一判决 事实上他判了死刑 但是也缓行了 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并没有交叉审讯 而且他们没有办法自由选择律师 而且在一审之后 他们马上就全部放弃了上诉 重要的证人完全没有出席 这是在程序上被认为最大的瑕疵 那在实质上的瑕疵是 到底他杀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 外界完全没有办法知道 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点见海武德 海武德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对他产生威胁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海武德的朋友说 这个人是不太喝酒的 一个不喝酒的人 怎么会醉到被下毒呢 到底有没有第三方的揭露 这个第三方可以上到多高的层次 那博西莱队这件案情到底知道多少 知道之后有没有包庇 怎样案子到底还有多少内幕是没有公开的呢 这是外界非常希望知道的 威尼从您刚披露这些英国媒体 详述的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说 这个伦敦奥运之后 看来英国媒体最关注的这个亚洲话题 就是涉及到这个海武德的谷开来案了 那么英国不论是主流媒体 还是一些小报也好 都对此案提供了大量的报道 而且甚至海武德的母亲 我好像看到也被追访了 还有一些相关的涉案人员 包括法国的建筑师和德国的商人等等 在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威尼 给我们多介绍一些 威尼 海武德的母亲事实上一开始 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了 但是她最近也终于打开了她的嘴 她说她整件事情 她没有政治的意图 也不希望任何人再受到伤害 她所以会说话 纯粹都是为了她的家人 然后她对这整个审判 只有七个小时就做了节省 只能说是无言以对 她觉得她讲话非常的小心 她最后只说她希望她的两个在北京的生子 能够及早回到英国来跟她相处 她说非常小心地做了这个总结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相关的有关德国跟法国人呢 也一直在被欧洲媒体追捕当中 像是那一位法国建筑师逃到了柬埔寨 又回到了上海 可是她在应讯的时候完全都没有出席 这个就留给大家非常大的疑点 那另外一位德国人呢 叫做冯哈根斯的 事实上他跟本安到底有没有关联 也受到了德国媒体的追捕 德国媒体在几天前访问了 这家公司目前的负责人 也就是冯哈根斯的儿子 卢瑞克 卢瑞克表示他的父亲已经得到了帕金斯胜 所以不能够出席 那由他接管的公司 那他说他的父亲确实是在 佛西来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 由他的手中接下了大连的友谊奖章 但是他否认跟佛西来一家 有任何任何的关联 那他说这家公司确实也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生物塑化公司 有此批准的 但是在2006年之后呢 就被中共当局禁止所有尸体的输出了 那他说他知道 他也亲自去看了 在纽约的一个人体数画展 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证实 在这个数画展上 所声称的有些尸体是来自于中国警方的说法 他说他们的技术已经确实被其他的一些同类公司 所仿效了 至于尸体的来源 他也知道在业界里面 确实是有一些来源不清的尸体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去证实来源真正为何 所以他没有办法对外做任何的陈述 那2003年的时候 这家93年历史的公司 确实是全世界提供人体标本的大基地 一具呢 据说可以卖到100万美金左右 那大连到现在呢 这个人体标本呢 还有十几万具都没有办法解释它的来源为何 但外界最质疑的一件事情是 谷开来跟海伍德有登记了一个国际公司 这家国际公司到底是不是在经营器官贩卖呢 这个都还有待追查 但是在这个案子上完全没有被呈现出来 那海伍德的司机到底跟这个器官贩卖有没有关系呢 外界依然还是不清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威宁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联线报道 提供论这个英国媒体对于谷开来案的一些详细的细节